就是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雖然這個話很多人都說過吧 但是我覺得我也確實是這樣的 舞蹈融入了我的生命 它在我的生命當中是不可割捨的一部分 我覺得沒有舞蹈 就沒有我現在的工作 沒有現在的生活 和我現在遇見的所有人 這次舞蹈強度非常大 就大到以前的一些老傷 就跑到身上來了 就可能也是高強度訓練加上密集了 然後這個老傷來臨的時候呢 我就第一時間是恐懼 前方是畏懼 寧願是海風 塞人的歌會有人忘記初衷 他們說每個風浪都能夠淹沒我 和我會想要的羞絲一樣 就是心中的方向 哪怕眾生會在彼岸阻擋 當我需要不止 站在遠方的沙場 武器就是我緊握的夢想 好像想了一想 這也代表著 又是回到了當初的那份能量 我所在的 我覺得它其實 並不能給我帶來多大的困難和阻礙 值得被歌頌 乘風破浪後也不會一併成功 聲音只能向前漸點信念的人 懂是英雄 可我也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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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哪怕眾生會在彼岸阻擋 當我需要獨自 站在遠方的沙場 武器就是我寂寞的夢想 就是拍這個MV不是我一個人累 以後比我收工更晚 那他們不累嗎 所以我就一直在這樣告訴自己 就算我累我再怎麼樣 別人還沒有倒下的時候我不能到 應該是她愛上了我吧 不是我愛上了我 我微笑的羞絲一樣 就是心中的方向 哪怕眾生會在彼岸阻擋 當我需要獨自站在遠方的沙場 武器就是我寂寞的夢想 而我受我的傷 都是我的傷 希望我的力量能夠影響到 就像是下雨打雷的時候 有人可以拿來 剩下的意義 而我受我的傷 都是我的成長 看人不就擅長 與眾裡找不同 再等一等我 我終究會成為那棵大樹的 是可恙的 他在石頭當作想 您早就用來 我會擔心 你是誰